屋顶是菜园和太阳能的家 清水太太喜欢种菜 在自家门前摆上各种塑料盆子 只能种上几颗小青菜 小茄子树长的茄子都不够吃两顿的 不满足的太太决定重新盖一栋房子 新买的地皮就在不远处 是一块标准的狭长形土地 只能建十七平的房子 宽度只有四米 三面被建筑环绕 南边的公寓挡住光线 即使这样也比太太现在住得好 太太一家四口住在员工宿舍里 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屋子里乱糟糟的 物件全都堆到一起 孩子表示这已经为了上节目整理过了 平常还更乱 整个家没有正常的房间 睡觉时姐姐和父母铺地板 弟弟则喜欢待在自己的小柜子里 姐姐为理想中的建筑画了一幅画 设计得很大胆 直接在顶楼画了个露天浴室 并且给自己画了一个小房间 她是真想有自己的屋子 妈妈的愿望就是新家能有愿望 爸爸希望家里有个车库 能放下她这炫酷的机车 还有她假面骑士的收藏品 接手改造的是女设计师 赡养四星子 设计师登门的时候 看到一家子乱糟糟的 高情商的说这家很有生活气息 于是也为这家设计了个有生活气的房子 被堵死的南侧建筑放低 中间设置了中庭 让北侧建筑物能吸收到阳光 两侧建筑由中庭相连 左一层又一层的 构造出五层楼的空间 最有创意的是 设计师将菜地放在了顶楼 建筑总面积达到150平米 房屋开始动工 长安慰师傅们加速 浇灌的水泥凝固后 房子只有四米宽 狭窄的空间成为专家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 技巧就藏在立柱里 送到现场的是九米多的长柱 长长的柱子要好多个人抱着 最后再由底下的小伙子调整位置 插入缝隙中 高大的柱子是解决土地狭小的秘诀 通常的房屋构造是靠墙壁本身支撑建筑物 墙壁越多越坚固 设计师为了去掉这些墙壁 找来了高长的柱子 相比传统断藤的柱子 即使没有墙壁也能保持强度 最后再给房子添上粗重的衡量 致保房子一百年屹立不倒 中间部分要用有耐久力的细凉支撑 动工一个月以后框架完整呈现出来 完全没有墙壁的空间 看起来像个大豪宅 之后要给房子加上墙壁 墙壁是自带隔热材料的 内侧可以直接作为内墙 一次性装好省时省力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 楼梯也兼做这家的走廊 连接两边跳跃式的楼层 代替连接房间的走廊 楼梯完成后房屋的五层空间连通起来 南侧二楼是卫浴空间 虽然不是女儿想要的露天浴室 但是对面邻居想看还是能看的 最顶层是孩子独占的小孩房 得亏了中庭的设计 让北侧的房间阳光也能很充分 此时夫妻俩申请了环保设备的辅助金 日本政府会帮助出一笔钱 夫妻俩为了嫖到这笔钱 打算给家里引进太阳能热水器 成本需要210万 但是以后每月能省1万 7749 住满20年就能回本 还能调到政府77万元的补助 四片巨大的太阳能板被清水加到屋顶上 太阳能板烧热的水送到浴室 厨房和暖气地板 地板上嵌入管道 从屋顶送来的热水 能让家里的地板变得温满 地板上再放一个水袋用来蓄热 让屋内长时间保持舒适温度 这种地暖方式还是头一回点 长见识了属于试 原先的厨房是一个小隔间 妈妈在做饭时没法看到客厅里的家人 设计师按照妈妈的要求把厨房建在四楼中间 客厅下有一节断叉 有断叉的空间作为收纳空间 在厨房旁边装上一个大工作台 在用餐时就变成餐桌 客厅的断叉刚好可以当成椅子 给客厅再铺上榻榻 这里变得又像餐厅又像合适 屋顶的菜地由太太亲自设计 屋顶绿化也是有辅助金的 清水加得到一半的辅助金 384000元 屋顶的工程开始进行 屋顶用的是不易生锈的不锈钢建材 可以在这直接倒上泥土 首先放上较轻易排水的轻量 平均地铺上15公分 接着放上适合种植的腐植土 约5公分 好好围住排水渠 最后再铺上一层草地 清水加的工程全部结束 房子整体看起来很整洁有形 墙壁外侧用木条作为装饰 一楼进口是一个大车库 拉开门又是一个车库 专门用来摆放清水的机车 面对中停的窗户使用折叠窗 可以完全打开 通过走廊就可以直达南洞 这里是4.5平的仓库 为了让阳光照入其他房间 天花板的高度降低 这个房间是给清水放置收藏品的地方 整个一楼都被他一人占去了 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 走上楼梯来到南洞的二楼 这里是宽敞的厕所 还有一个仓库 隔壁就是大浴室 继续上楼 这次来到北洞的二楼 全家聚集的餐厅是客厅有3.5平大 爬上铁架梯子 还有一个挑高的大空间 客厅里面是能兼坐寝室的3.25平和室 小窗户还能看看风景 虽然是面北的土地 却能变得如此明亮 全靠压低南侧的建筑 以及中庭的关系 厨房如太太所愿设置在中间 宽敞的餐桌就在厨房旁边 现在太太能和家人一边交流一边做饭 这个客餐厅也太舒服了 非常自由的多功能空间 桌子下方还有开关 用来操作客厅底下的收纳空间 在客厅可以直达三楼小孩房 就是看着有点费劲 小孩房一侧是书桌和书柜 另一侧是一个双人床 两孩子还是忘不了以前在衣柜里的生活 在三楼南侧有个可以独享蓝天的木板天台 从这走上回转楼梯可以到达屋顶菜园 原来只把一小块的做成菜饼 这么一小片地能种出来啥 都不够吃两顿的 得一整片屋顶改造成菜地才壮观 一家子都很享受客餐厅聚会的空间 最后建筑费用4325万元 最后建筑费用4325万元